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都会举行客家传统文化 谢平安 村民们准备丰盛的贡礼和祭品 来感谢众神庇佑村庄整年的平安及农作物的丰收 大环境的改变促使南华村的人口逐渐流失 但是村民们透过举行谢平安仪式 找到团结凝聚的向心力 村民感恩不忘本的精神 也让这项客家传统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人们敬天谢地的方式有很多 像澎湖马公市的锁岗里 就有一个齐请黄金龟的习俗 每年有一名幸运儿 可以把供奉神明的黄金龟给迎回家 隔年元宵节当天再奉回金龟 同时还会再加码哦 于是这个黄金龟越来越大 现在已经重达250两了 我们来看公民记者彭虎代的报导 从一开始去年的金龟得主 就会把金龟再把它送回庙里 然后我们那边是会展开五天的活动 一般都三天 然后我们那天现在说五天 那五天之后会有金龟得主产生 那这个得主就是这五天以来 祈求飞去最多的那个人 会是什么是这样 那他在境外再选择直接把金龟引回家 他金额很高 所以没有一点那个背景在 其实大家不太敢去祈求 庙方也怕说万一人家不回来怎么办 通常会有压地气压还是什么的 其实是他有点不希望他再继续大下去 因为太大有办法有能力去 所以把他祈求回家的人就越来越少啊 我们这边去政府就在说像什么 北风炮 南风炮 北天灯 然后中有寒丹 然后说希望是一定有个祈櫃这样子 现在主要就是想要把它推成一个祈櫃 也可以是一个全国民有名的活动 今天的公民报道让我们发现元宵节的活动 除了北天灯南风炮之外 其他地方也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哦 公民报道记录各地的文化彩风 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新闻内容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台湾 PayPal公民新闻报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